清北市教育局建制的终身学习咨询站以及师资的培训 日前在淡水区公所启用 结合了新北市学习地图的网站 由经过培训的终身学习咨询师 针对不同民众的学习需求提供个别化的建议 新北市教育局首创终身学习咨询站 建制的终身学习咨询师培训 而日前于淡水区公所启用 清北市终身学习咨询站 结合了新北市学习地图网站 经过了培训的终身学习咨询师 针对不同的民众学习需求 以一对一的方式提供个别化的学习咨询服务以及建议 而教育局表示 除了淡水区开始式营运之外 近期将会与三重新店板桥开设终身学习咨询站 协助民众运用网站查询报名课程 提供终身学习的规划建议 其实我们在去年底我们完成的 应该是全台首个这个学习地图 那学习地图我们建设完之后 其实概念就是我们希望让民众可以 在这个网站里面可以找到他所需求的课程 他所在的区域有哪些课程可以方便的搜寻 而不是像未来在过去 其实不容易找寻到自己所需要的课程 那我们去年完成了这个地图之后 我们今年进一步来推动了所谓的这个 这个学习的这个咨询师 那我们这是参照的这个国外的日韩的相关的经验 我们希望能培训一些咨询师 利用我们这样子的学习地图 让民众可以来那个提供民众这个学习的这个管道的咨询 教育局课长表示 新北市首座的终身学习咨询站设置于 淡雪区公所的一楼市民联合服务中心 而咨询服务内容涵盖了简介15类的终身学习机构 导览以及操作 新北市学习地图网站 查询学习据点以及学习课程 根据民众的咨询内容提供适性化的学习建议 尤其是针对于成人教育中心学习的部分 它可以有提供包括这些学习机构有哪些 那甚至我们藉由学习地图里面 可以了解说怎么分布这些学习的地点在哪边 那甚至呢 那民众呢 这边来这边咨询 可以我们会提供他们了解说 他想学习的课程有哪些 在哪边可以找到这样的课程去上课 那同时我们也会来针对于这些参与者 他们的年龄层各方面的分布 然后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区长也体验了咨询服务 在咨询师的协助之下 透过手机找到了淡水的木工课程 生活创客木工设计与制作 还有手作木工再生创作等等 他表示 淡水区公所成立全新北市手作的终身学习咨询站 感到相当的余有容颜 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市民来咨询 加入终身学习的行列 而焦局也说 目前已经培训了115位终身学习咨询师 接受网站的实物操作 学习形成式的理念 还有终身学习咨询的服务注意事项等训练 与各咨询站轮值 针对不同的民众学习需求 给予最好的建议 记者许多安一淡水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